就是像這樣,然後把它及時一下 相機 睡明詞嘛,然後一定有home 另外一個下一頁嘛 那home的話回憶原來的頁面這個沒問題 那可是下一頁的話,如果是page1 他這個下一頁就是page2 他這個下 那page2的下一頁就是page3 所以你貼上之後你可能要改一下 他的page的那個順序 那如果意見回覆,這個是page4嘛 然後再下一個就又回到page1 然後他就可以一直不斷的循環嘛 所以下一頁的話 就是這 然後home每一個都有回home 所以基本上做完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那我剛剛特別強調,基本上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攝影名詞特別之類,一定是放在 我們的程式一定是放在哪裡呢 把它點一下 點住的位置 他一定會讓他同步在左邊 所以一定是在哪個位置呢 在這個反斜線 H1 H1指的是head 標題 標題1 意思就是那個字最大的 標題1 標題1的後面 記得喔 一定是head標題1的 後面這邊做兩個 一個是做什麼呢 做那個 我們home嘛 你會發現我就是在後面打一個home 然後home的名稱其實在哪裡呢 在這裡 然後呢 超連結 有沒有 緊 H 緊 緊 然後 然後他的 標籤名稱一定是 ahref 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是這個超連結 開頭在這裡 結束在這裡 那data icon的話呢 就是他的icon是home 那data icon的pose 等於notice 沒有那個 這個文字 所以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 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你如果要做出這個效果的話 1 就是直接在這個後面 如果 再一次 其實你可以 自打在這裡 點擊 2的話呢 記得喔 這邊做 2的話是做超連結 所以你只要步驟做對的話 基本上應該 都不會有問題 這邊連結到home 第2步 第1步是 增加那個文字 第2步是 就是設定超連結 第3是 icon給他一個 就是 我們的home OK 你不要選錯了 然後我們回首頁home 然後呢第4個的話呢 就是 notice 好 設定完之後就完成了 那底下呢 那個nest做法一模一樣 所以 基本上以後如果說你希望在那個你的 App的頁面的左邊或右邊 做兩個按鈕 不過好特別注意喔 這邊好像僅限於做兩個 如果你第3個的話 做上去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試喔 如果像剛剛這樣 這是兩個嘛 如果你還有做第3個 比如說你再增加一個的話 假設 試一下 我再複製一個 再貼到後面 假設我有第3個 第3個按鈕加上去會怎麼樣 我加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攝影名詞 我試一下 我記得好像之前有特別試過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又多一個在這裡 不過好像感覺怪怪的 他好像就 最多放兩個啦 你放三個 就會呈現這種 第4個第5個 他還是排列啦 不過有點怪怪的 好 大概是這樣 不過這個我想 這應該就不用再加 因為加兩個 應該就極限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第3個把它刪掉 把它存檔一下 OK我們就完成了 剛剛的 那個什麼 回Home 跟 Home跟下一頁 那下一頁的話呢 讓他可以不斷的循環 所以這個是剛剛講到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其他攝影名詞部分 各位就把它貼過來 應該沒問題 可是相機種類 你會發現 在我們剛剛的 參考的那個 相機種類這邊 他會有 1是 數位相機 2是 便利相機 等等的 總共有4種 那如果4種的話 最好是怎麼樣 請各位 想想看 把那個 這4種相機呢 請你用 剛剛做過的List View 幫我List View在這裡 總共有 1 2 3 4 那點過去的話呢 會連結 不過我們連結沒有Page 所以你可能要怎麼樣 自己 再新增 Page2-1好了 2-1 這個是 應該是 應該是 2-2 這個是 這是2-2 所以是Page 對 2-1 2-2 1-2 1-2 2-3 2-4 也就是說呢 你要 先新增 4個Page 不過如果現在已經 做完了 那你如果要直接拿 那個其他來改的話 他也可以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可以其實可以從什麼 Page Page2這邊下手 但是你不知道Page2的位置在哪 你可以 點一下這個框框 這是Page1 Page2的話在這裡 你可以在Page2 這個框框的下面 做什麼呢 我的習慣上 乾脆直接用複製了 不過 可能要有點 有點小 要蠻小心的 就是說 這邊範圍你要先確認 然後把這個範圍複製一下 貼到他的下面 貼到這個空間 你可以貼一下 那這邊的話 貼完之後 把這邊改成 2-1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個名稱也可以更改 你會發現多一頁了 把它 再切到這邊來看一下 他現在的話 就會多一個Page 這邊有個2 這個是哪一個 這是2 下面會多一個 2-1出現了 你就把這個名稱 相機的種類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剛剛看到的 就是相機種類的第一個 這個叫數位相機 這個就是2-1 所以把這邊的這個名稱 改成叫做相機名稱 那底下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看保留 然後內容部分 再把它貼 貼哪一個呢 貼那個相機種類的 這個底下的說明 這相關的說明 把這個相關的說明 貼到那個相機 數位相機的這個下方的內容 把它貼上 那2-1的內容就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 再到相機內容裡面做 1234的連結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要額外再新 先新增 2-1 2-2 2-3 2-4 總共有四個頁面 記得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 來 我把這個demo 因為我剛剛做的是 又增加了相機種類 那相機種類呢 它是連到那個 Page 2 那進來之後我希望看到 就是說它有個list view 這個 相機種 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在做完的 把這個秀一下 相機種類進來 它會有 1234 這四個項目的話 剛好就是這個1234 四個項目 所以以後呢 網頁上面的東西 你都可以利用 像App的方式 只是說網頁 它的形式 跟那個手機 當然最大不一樣的是 一個網頁裡面呢 能夠放的資料比較多 可是你手機裡面 你不能放 太多的資料 因為你手機App裡面呢 如果資料太多的話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的 不舒服 所以呢我把它拆成 四個 1234 所以為了要讓它可以變成 1234 那我可以先建 所謂的四個page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四個page 分別是把 page2拿來複製 所以這邊有複製一個 page1 底下有個page2 這個page2-1 2-2 然後呢再來2-3 2-4 所以其實都是用貼的 那我可以連過去之後 就連到2-1了 同樣的這個數位箱是2-1 同樣的 我也可以下一個 這個2-2 就是輕便相機 裡面的東西 再來2-3 有沒有 2-4 所以呢這個上面的NAS 也一樣可以再繼續切換 可以讓它往下 所以呢這個 這什麼 保麗來這個 保麗來這個 修正形 然後 再下一個又回到 書位相機 所以總共會有 四種的相機種類 那一樣有個home 不過我home之前 前面是 讓它回到那個 最外面那個首頁 不過我覺得回到 外面首頁 不太合理 所以回到哪一個呢 回到剛剛的相機種類這個 這個就把它變成說 它有點是 一層又一層的 一層 下一層 所以下一層的home的話 就回到相機種類 大概是這樣子 應該知道那個邏輯吧 只是說呢 你們可能要特別注意 做的話 記得就是說 要 複製的時候呢 記得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剛剛貼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先選這個外面 選整個page的 這小技巧就是 1 請你 選上面這條線 確認一下它的id 是不是page2 如果是的話呢 你先確認一下 你選完之後 你要 複製它 貼的話建議是再Enter兩下 我Enter兩下之後再貼 所以你會發現貼上去之後 就會貼有個數位相機這個 所以page2-1 那貼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page2-2 2-3 2-4 所以每一個page都獨立的 你不要把它貼到 這個人家家裡面 那這樣將來會 會失效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再分別怎麼樣 把上面的名稱 跟底下的內容 我是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而已 所以其實就複製貼 有沒有 把數位相機貼到 這個 它的 上面 標題的部分 內容的部分呢 就貼到下面 有沒有 只是圖 也許 等一下也可以 假設啦 也許你可以再加一個圖進來 也ok 那插入圖的話 你可以從image裡面 看一下這裡面到底哪一張 因為我不確定哪一張是哪一張 所以如果你找到圖的話 那其實可以把那個圖呢 也順便把它帶過來 ok 那再加上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1234 加完之後的話呢 剩下就是把那個home 這邊的home跟那個 有沒有 跟netz這邊 這個把它稍微修改 因為我基本上home 是改成什麼 這邊的home 改成這個連結 改成page2 這個netz呢 是改成他的下一頁是 這個是2-1嘛 2-1 他的下一頁就改2-2 下一頁的話就改2-3 一之類推 他們可以互相有一個關聯性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也就是說呢 在那個相機種類裡面 再增加一個什麼 所謂的list view 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 剛剛 我好像 我是直接把那個前面的那個list view 複製貼上來貼到 相機種類裡面再來修改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 懶得再重新做一次那個什麼list view的話 其實倒也還是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我們剛剛做的UL到UL的那個標籤名稱 把它貼上 其他用改的 其實也 也 不是不可以啦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重新 把那個總共四個名稱 輸入上去之後 一樣做那個項目 清單 然後超連結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再把它改成 data roll 等於list view datainset等於true 一樣可以做出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那請各位試一下 相機種類部分 做到 好 我來 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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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 你 我來 感谢观看